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約瑟夫·哈克特是一位50歲的脊椎按摩師 他居住在佛羅里達州的薩拉索塔 因為今年1月6日進入了國會大廈 並在那裡停留了10分鐘 目前 他正在面臨20年的監禁 根據法庭文件 檢察官聲稱 哈克特在1月6日下午2點45分 走進了國會大廈的原型大廳 再走去眾議院 然後在2點54分離開了國會大廈 並安全返回到佛州的家中 被指控1月6日令人髮指地踏入了國會大廈 約10分鐘後離開 企圖推翻美國政府 現在面臨聯邦監獄20年的徒刑 5月初 聯邦調查局在哈克特辦公室的門上 留下了一張名片 要求他提供有關於他 參與1月6日圍攻的信息 三個星期後 就是5月28日 聯邦調查局突襲了哈克特的家 逮捕了他 並以共謀、妨礙官方程序、協助和教唆 破壞政府財產和非法進入受限制的建築物 的聯邦指控起訴 她的妻子迪娜·哈克特是一名針灸師 在得知哈克特每天24小時在牢房裡的時候 她擔心她永遠都回不了家了 她在接受《網關專家專訪》的時候說 這讓我害怕 我的丈夫會發生什麼 她的開庭日期要到明年 她面臨20年的監禁 如果她被定罪 等到她出獄 我們已經70多歲了 現在只有我和我的女兒一起生活 我們沒有她的收入 沒有她的保護 我祈禱上帝 希望這件事情有一個好的結果 迪娜回憶說 5月28日早上 她接到了FBI的電話 通知她的丈夫約瑟夫·哈克特被捕 而且被關押在坦帕聯邦法院 迪娜說 聯邦調查局告訴我 我和我的女兒不被允許回家 因為他們有搜查令 正在搜查我的家 不幸的是 那天我帶著心臟監護儀 因為我一直有心計 所以我聯繫了一位律師 他告訴我必須在一個小時內到達坦帕法院 那裡離我家一個小時 我想都沒想就回家換衣服了 因為我很恐慌 警官在車庫看到我 告訴我不能進入我的房子 這個時候 一個女警官走了出去 看著迪娜的眼睛 迪娜說 我可以看出來她對發生這樣的事情 感到非常抱歉 他們讓我在我女兒的房間裡換衣服 然後護送我到我的車上 當迪娜開車到達坦帕聯邦法院時 看到哈克特被鎖鏈鎖在法庭的椅子上 她看起來很頹敗 她說 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檢察官稱她為恐怖分子 她和毒販子和毆打妻子的人坐在一起 那些人可以被保釋回家 但是哈克特不可以 哈克特被帶到皮內拉斯縣監獄 然後帶到俄克拉荷馬州 6月28日又把她轉移到華盛頓特區的 DOC、DC監獄 聯邦調查局還拿走了哈克特家裡所有的電腦 作為針灸醫生的迪娜 甚至沒有辦法完成病人的檔案 她氣憤的說 這太過分了 約瑟夫·哈克特被帶走了之後 家裡陷入了困境 迪娜既要努力支付房屋的抵押貸款 和辦公室的租金 還要獨自撫養她們11歲的女兒 雪上加霜的是 辯護律師希望迪娜在一個月內 支付25萬美元的費用 高昂的律師費嚇倒了迪娜 她表示 即便是我賣掉我們的房子和汽車 都湊不夠25萬美元給律師 更何況我和女兒還要生活 所以在上個星期 迪娜發起了一場Gives Them Gold眾籌活動 一方面為丈夫聘請私人律師 有多餘的捐款將用於支持需要幫助的人 迪娜解釋說 有一名1月6日的抗議者 在華盛頓特區的監獄裡被單獨監禁了2個月 她今年才26歲 在監獄裡什麼都沒有 沒有內衣 沒有肥皂 被當作動物來對待 所以我們募集的所有錢 除了為約瑟夫聘請律師 其餘的都會用在那些在監獄裡 需要幫助的人身上 哈克特是誓言守護者組織的一員 這個組織是由現任和前任的軍人、警察和 急救人員組成 目標是保護社會的正常秩序 他們承諾捍衛憲法 免受國內外所有敵人的侵害 2020年夏天 喬治·弗洛伊德死後 發生騷亂的時候 有一些人闖到我們家後面的一家珠寶店 大喊大叫 開槍和搶劫 人們都感到害怕 還有社會主義活動人士 在他們的社區肆虐 約瑟夫和誓言守護者一起保護了社區 並成立了一個靈禮守望者 迪娜說 因為這些事情 約瑟夫開始關注新聞 這是她第一次投票支持選舉 現在她正在為此遭受折磨 迪娜還說 其實我不相信檢察官說的 我甚至不確定哈克特是不是真的走進了國會大廈 他們沒有她的任何視頻 也沒有提供任何有罪的證據、任何的照片 甚至沒有關於她在國會大廈的信息 但檢察官還堅持一點 說 哈克特以他人的名義 在華盛頓特區的希爾頓花園酒店訂了一間房間 並支付了1月5日至7日的費用 事實是 這一個人為所有人 都預定了所有的酒店房間 雖然聯邦調查局還沒有提供證據 證明哈克特密謀推翻政府 但她和飾演守護者的聯繫 使她成為了政治迫害的目標 根據《薩拉索塔先驅論壇報》的報導 至少有16名和這個組織有關聯的嫌疑人 被指控與國會大廈的襲擊有關 串謀阻撓選舉團投票的認證 但FBI聲稱 約瑟夫是飾演守護者的領導人 並且她密謀在1月6日推翻政府 面對發生在自己家的事情 迪娜說 我現在為我的國家感到羞恥 我覺得這個國家已經背叛了我們 除了哈克特 還有一名川普支持者 他的遭遇同樣令人難以置信 保羅·霍奇金斯來自佛羅里達州坦帕市 今年38歲 他在國會大廈僅僅待了25分鐘 什麼都沒有做 目前他被判8個月監禁 成為500多名被指控並被判入獄的第一人 霍奇金斯是川普的支持者 一位愛國者 1月6日當天 他在國會大廈走動 並自拍而被判處8個月監禁 他絕對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也沒有傷害任何人 根據法庭文件 1月6日下午2點50分左右 保羅·霍奇金斯進入國會大廈 下午3點左右 霍奇金斯進入參議院會議廳 在辦公桌之間走動 然後摘下護目鏡 他用手機自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沿著參議院的走廊走出了幾英尺外 看到幾個人正在用擴音器大喊、祈禱和歡呼 霍奇金斯走向這些人 並且和他們站在一起 大約下午3點15分 霍奇金斯離開了參議院和國會大廈 法官在宣讀霍奇金斯的判決時 指責他襲擊國會大廈 並且威脅民主 就因為他在室內扛著一面寫有川普的旗幟 這位和平的愛國者將在監獄裡服刑 而在美國街頭上 數百名打砸搶的 安提法和黑命貴成員卻沒有被立案 或被撤銷案件後仍然逍遙法外 據悉 左翼檢察官本想對霍奇金斯進行更嚴厲的懲罰 服刑18個月 檢方說 霍奇金斯進入國會大廈後 並不是掉頭回身 而是使勁往前衝 並形容他的行動是對我們民主的重大威脅 司法部說 有500多人 因為和那一次的攻擊事件有關 而受到不同的刑事指控 其中165人被控犯有攻擊罪或妨礙警察 現在 民主黨已經把1月6日的事件 比作是2001年的911 911事件造成了2977名無辜者的死亡 超過40萬美國人受到傷害 而佩洛西憑藉著手中的權力 一次又一次發起調查 想給川普總統和支持者定罪 進而摧毀美國 關於調查委員會的情況 我們在以前的節目中做過詳細的介紹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觀看我們之前的視頻 不過 古人說 多行不易彼自弊 佩洛西和民主黨迫害愛國者、迫害川普 總有一天會遭到天譴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請訂閱、按讚啦 Hear you! Miguel,嗎有 rabbit